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国务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第六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9号开始呢 是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 不仅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在开幕致辞时就强调了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件事情哦 更表示了中美双方是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中美的对抗对两国或是世界肯定都是一场灾难 而就连美国总统欧巴马也是河空喊话了 强调呢华府承诺与北京会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 究竟中美两国的双方呢在盘算些什么 这一次对话真的能够消弭双方的对立吗 甚至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出另外一个机遇吗 因为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戴阳大学美研所的教授陈一新老师 然后是不是能先带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先了解一下 中美战略跟经济对话的它的一个背景 外界有人把他解读是中美最高层级的这个一个磋商机制 它对于中美双方的重要性到底是在哪里 要介绍这一轮的这个第六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在小布希时期呢最早只是一个经济对话 后来呢中共要求把战略加进去 最后在小布希时期还是变成中美的经济战略对话 那现在呢到了奥巴马时期一开始的时候呢 跟中国关系似乎发展得很好 于是双方决定把它提升为倒过来 就把经济跟战略倒过来 也就是变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那么这个中共总算非常满意了 那么通常呢通常美国是国派出来的代表是国务卿 或者还有这个财政部长 而中国大陆则是这个杨洁篪 这次每一次都不一样了 前面几次有几次不是杨洁篪 这次杨洁篪 那么还有这个汪洋 这个副总理 这次层级的很高 所以说可见双方官员呢 也都大批的参加 双方官员在美国主持的时候 美国召开的时候 也是中国大陆来很多官员 美国也很多官员都出席 在大陆主持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么可见双方都很重视 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呢 总的来讲呢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是 虽然三十多年来呢 风风雨雨 建交三十五周年以来风雨 但是总的方向是好前进的 这个也可以基本上来这样说 但中美之间很多核心问题呢 似乎很难透过这个会议来解决 比如说去年呢 这个他们双方同意了成立了 就是那个网络安全的一个小组 工作小组 但是在今年又被裁测 中国大陆觉得双方可能不太好谈 因为谈下去可能更会撕破脸 所以就把这个小组给裁测 今年看起来也没有恢复的迹象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双方很难在这个网络安全上达成一致 尤其是去年呢 我们知道有个斯诺登事件 斯诺登是美国国安局的一个外围的一个 外包的一个职员 他投奔到香港之后呢 香港不把他还给美国 美国是不断的要求 不还给美国 反正中国大陆把从 那个等于是 等于是纵容香港的 把他送到了莫斯科 那么美国当然很不高兴 后来呢 国务卿的Carrie还特别强调说 中国大陆实在不大可不必这样说 言下之意就是说 假如中国大陆没有把他送回香港 送回莫斯科 把他送回给美国的话呢 那么有交由公平的审判的话 那美中关系 不会向后来呢 急转直下 那么可以说从去年11月 中国大陆宣布了 东海防空识别区 到去年的12月底 还有1月初 那么中国大陆宣布了 南海的渔业法的 修正的渔业法 那么到后来呢 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质疑呢 这个卢斯尔助质疑中国大陆呢 这个在南海的这个九段线 是不合国际法的 那么双方呢 可以说针锋相对 你来往往 甚至一度传出 中国又在南海设置 防空识别区 美国当然不断的予以警告 那么中共的国防部发言认真是说 目前中国大陆呢 没有做这个考虑 但是除非情势有变化 你还是留个伏笔 那么再加上呢 这个双方在这个 网络安全上面 还是没有达成协议的 南海东海的冲突 日益加剧 加上日本的这个 发展出这个 集体自卫权呢 那么都让双方的关系呢 有点点平临这个破裂边缘 习近平特别提到呢 中美关系呢 不要因为一事 而这个一件事情就受到影响 也不要因为一句话就受到干扰 那么这个是 当然讲是这样讲的 习近平也说 特别这次又重复了 太平衡够大 可以让中美同时遥游 但是去年习近平在 东协的高峰会 还有这个 习近平李克强 他们分别在东协高峰会 还有亚太经合会 分别讲 就是说 美国是外来政权 那么东南亚国家 要像筷子一样团结起来 但这个像筷子一样团结起来 过来也做不到 那么要让那个美国呢 把美国当做一个 这个可以在太平衡 一起遥游的一个政府呢 国家呢 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双方还是勾心斗角 可以说 那么美国说呢 美国是乐见中国崛起 而且欢迎中国崛起 那么好像也很有真诚的意思 但实际上呢 在中国大陆看来呢 好像美国是在围堵中国 所以双方呢 战略互疑仍然那么严重 主要就是战略架构 就是在互相矛盾的 互相各有所坚持 各有所一定要维护的地方 所以说这里面要想 谈到东海南海 网络安全要想合作 真的是非常困难 可是我们看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尽管这个出席 这一次的这个对谈 双边的这个成绩都还蛮高的 但是因为这么过去的网站 日本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 南海的议题 还有虚语多多很不愉快的事情 让中美这两国过去讲说 这个G2要共治 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到后面几乎都是破局的 你看这一次两国的领导人 又把这东西拿出来讲 这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 我觉得讲的话大致在重复 那么偶尔有几个字 话语是有一些新的 比如说不为一事所获 不为言所老 这个当然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很多旧话重提 好像已经失去了 它的真诚的意义 因为比如说太平洋够大 那怎么中共又说 要把美国当作外来政权呢 外来的国家呢 所以说这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矛盾 美国说是欢迎中国崛起 这么天天在大陆看来 好像每天都在防堵它 特别是最近呢 中国大陆派遣 到西沙派遣这个专游平台 美国说中国大陆是挑衅 事实上在那个地区的专游平台 很多个 为什么美国单挑中共呢 这当然有它的一个幕后原因 我的感觉就是 美国是正在发动越南 菲律宾等这些国家 发动所谓的第三波的 这个宗教的这个 那个理想主义 和这个地缘的经济 政治的一个 一个现实主义 对中国大陆形成一种围堵 那中国大陆虽然 也认为美国是在围堵 但美国先不承认 那么中国大陆 说是要欢迎美国 在太平洋一起澳游 但实际上是把美国 当作一个外来政府 外来国家 所以这里面呢 充满了矛盾 充满了战略的对抗 现在呢 甚至连军事演习 也不能代表 两国关系有多好 美国今年邀请中共 参加环太演习 但事实上呢 都在想看对方的 这个军事能力如何 海上的这个这种 运捕能力 或者是这个 超远的人力 那么作为今后 未来的参考 所以中国大陆 既不敢表现太坏 免得丢脸 也不敢表现太好 免得被 被中国美国大 美国了解 太了解了 将来打仗起来 手把在哪里 对 老师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这个 战略跟经济对话的 这个框架下面的 经济对话的议题 大致是围绕在 三大经贸议题 包括了刚刚提到 就是中美双 对 一个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一个是中美双边 投资协定 还有高科技的产品 进口的关税 等等的方面的议题 老师 您刚提到 这两国的关系 在矛盾 互移之下 不断地往前进 尤其是战略问题 充满了这很多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个互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您觉得呢 在这样的对话之中呢 可不可能呢 我们是这个 一码归一码 左经右证 在这个经济上面呢 可以来谈成 战略上面呢 就放一边 对 国际政治学者 通常认为呢 安全呢 政治问题是 有点点像零和游戏 谁也出不起 那么在经济问题 是有合作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 ITA 那种这个双边的 这个 美国这种 资讯的 这个科技的 这个协议呢 双方呢 要想真正达的 也不容易 牵涉到地球暖化 地球暖化 看起来是个 非传统安全议题 照理说 没有那么严重 对 但是美国 去年就说要合作 而且成立了工作小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美国对于 是否要出售 美国或者是转移 科技转移 美国的这个 开采 这个Share Oil 就是页岩油体 油气的问题 页岩油气 这个开采技术 开采的好快的话 又好的话 美国现在已经 发展新的技术 可以让它更干净 那么更省 更能够发挥 发挥这个发电的效用 但是呢 代价又不污染 那么这个就是 美国的这个 这个美国会轻易卖吗 问题是 因为一卖的话 中国大陆将可以 更快的速度 发展它的经济 要给更便宜的方式 来发展经济 更干净的方式 发展经济 但是美国当然去 表面上这个应该 对于美中之间 其他的冲突 似乎无关嘛 可以大可帮助 中国大陆 美国真的愿意 这样做吗 中国大陆来什么 来什么来交换呢 我们认为呢 另外一个 牵涉到另外一个 双边投资协议 就是牵涉到 市场准路的问题 中国大陆准路 市场准路的 开放程度越高 美国就有可能 市场准路程度越低 美国当然也不愿意 你不给我好处 我干嘛给你好处的 这个也是国际上的 即使是经济 你没有那么多的安全顾虑 也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安全的 这个Security 就是困境 但是还是 双方还是小心 小心翼翼的在做事 那么人民币呢 中国大陆就坚持 不愿意一步到位 美国说你最好 赶快调整 它的币汇率 不要着国家来操控 但中国大陆 真怕一这样做呢 就会陷入日本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困境 日本的日元汇率调整之后 日本就进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的困境 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的受害者 日本现在之所以由第二号 原来第二号的经济体变成 第三号的经济体 完全是受了美国当年 鼓励日元调整汇率的一个原因 而且另外一个主权问题也没有解 对不对 基本上面 主权问题更不可能 东海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这个不是美国的主权问题 但是现在很多其他国家 或者美国友邦 或者美国的 有些是友邦 有些是伙伴 那么这些问题 美国都要照顾 尤其现在越南 让中国大陆非常头痛 越南你可以看到 从去年十一二月 跟美国签署了 美月伙伴关系协议 之后到今年五六月间 他们的总理 这个阮静勇又说了 越南不能够太依靠大陆经济 甚至呢 它的总书记 原来有点亲中的总书记都说了 这个越南要准备全面打仗 这个就是他打仗的对象 当然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大陆 这个让中国大陆非常忧心忡忡 所以看来这一次的对话 要达成共识 非常的难度很高 加上日本又最近发展出什么 集体智慧权 那我们更是紧张 而且现在又在澳洲访问 所以澳洲 日本 韩国 日本又跟澳洲联合联手 现在又好像是跟其他国家 越南又发展很好的关系 所以说 中国大陆最担心的日本 想要在 反正是替美国打前锋 在亚洲形成一个小小的联盟 好像矛头也是针对中国大陆 吴老师 您看 这一次当然已经是第六轮了 那明年还是有可能第七轮 或第八轮这样聚一下去 您看影响到现在 这些对话的变数 最大的部分 是在哪里呢 未来有可能改变吗 一个是 政治体制的不同 很少人注意到这里 以为美中会发展出一个 相无依赖的 一个很密 复杂性的相无依赖关系 但事实上呢 他们的依赖关系 物赖关系是有限的 因为美国也不愿意 比如说很多问题是可以 可以 可以 非传统安全是可以放松一点的 美国也不见得放松 所以说从去年要在 这个地球软化上面合作 也没谈成 那六方会呢 当然更不用谈了 那是一个高度的 这个政治军事的一个议题 那么还有在这个南海 东海也是不可能变的 日本人不太可能放松 他的立场 绝不认为他是争议的 因为经过几期的演变呢 中国大陆一直说 日本你要承认 教育还是争议 我们就来谈 但是日本就是不肯承认 一不承认 他就 事实上他过去是承认的 但是经过那么多点演变 日本不断的在国际法上 有翻新的说法 但是中国大陆却一直没有跟进 那么这个使日本呢 就居于有利的一个 国际法的地位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中国大陆 在这个西沙 现在虽然也派了转油平台 但是显然呢 被越南呛下 然后呢 美国的力挺越南呢 说中共 中国大陆挑衅 那么菲律宾也要告 在国际法庭上 告这个 中国大陆呢 在这个南海的诸岛上面 有些岛屿上面呢 填海造地 那么是加强设施 这个都使中国大陆 头痛不已 中国大陆虽然不理会 国际法的判决 但是呢 一旦把国际法判例成立的话 中国大陆总是在 有理说不清 所以这个将来中国大陆呢 非常担忧 可以说是 这也牵动到两岸的关系 甚至呢 中国大陆 因为之前 如是说 这个九段线不合国际法 所以说中国大陆非常紧张 非常担忧 台湾的态度呢 会把十一段线呢 说成 也不合 也说不合 不合国际法 那么中国大陆的 所依靠的 十一段线的 法理基础就没有了 所以中国大陆最近呢 对台湾呢 即使有太阳化运动之后呢 还是对台湾比较示好 当然除了台湾 对台政策上的一个长期政策之外 也是有一些战略上的考量 我老师 您刚刚这个分析这么多 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中国跟美国 在这个战略上面 有相当多的冲突跟矛盾 在这里面呢 似乎在 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 当然双方互有一些攻防了 但是都还没有到撕破脸的程度 有些人就认为 他这是在为这个年底 APEC上面做一些暖身的动作 您的看法呢 APEC今年奥巴马赛 是没有理由不去的 今年是美国的 今年是美国的 去年是因为他国内的预算的问题 没有去年 APEC所以它延期到11月 我们上次提过 习近平的欢迎Michelle的 这个榜中的这个参会上面 就说过 他欢迎奥巴马 就在11月跟他APEC会面 事实上就是中国大陆一个浪波 本来是10月举行的 现在搬到11月 搬到11月初 等美国其中选结束之后 那么在这个情况来看呢 他们气氛是还可以的 欧巴马也表示感谢 那么那个 Michelle的富人外交也达成了使命 那么但是呢 重大问题我认为还是无解 所以这次呢 我看网络安全小组还没有恢复 应该是也不至于恢复 才取消到怎么可能恢复呢 另外一个就是东海南海一体 只会随着这个日本啊 越南啊菲律宾的步步进逼 而更新升高 那所以这个对话 不是等于白搭吗 我看过去几年来都是白搭 国际政治上呢 又回到原点了 谎言多于实话 那么所以说习近平说 太平洋很大 足够 让东北高游 美国说是中共 中国的崛起 美国是欢迎的 其实都是假话 双方假如不能够认清 他们所讲的话是假话的话 而重新承认说 我们是有矛盾 更有不只是表面上的 一些小矛盾 而且有相当大的战略矛盾的话 双方很难从这个矛盾中的跳脱 所以那个第六轮的 这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是在今天已经要落幕了吗 老师您认为 后续要观察的重点会放在哪里呢 后续观察就是 中日之间 虽然过去有 双方有压制滑水的对话 但是是不是能够谈判台面化 这是一个关键 假如双方台面化呢 表示双方都已经互相 对自己的原先坚持立场 就放弃了 日本坚持不承认有争议 而中国大陆一定说 日本要有争议 我们才会谈 那么双方假如不从这边退却 中日之间不会好转 那么另外呢 在南海问题 美国假如不能够遏制越南 或者是美国自己也继续 说中国大陆是挑衅的话 那么双方在南海的冲突 也会升高 另外中国大陆上次也说了 这个他暂时不在南海 设立防空设备区 但并表示永远 要看当地的 当地区域的 当地区域的一个情势发展 那就留一个伏笔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步步进步 中国大陆可能会在南海 设立防空设备区 那么就会使情势更进一步紧张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发展呢 就是中国大陆 是不是真的想要在南海呢 跟相当多的 这个五个深所国呢 一起来发展出一个 南海行为准则 我看也是怀疑的 因为中央一直想用 个别的影响力来影响 不想成立一个南海准则 那自己就被套牢了 而美国就是一直鼓励 这个东南海国家 跟中国大陆签订 发展出一个南海行为准则 这都是可以观察的指标 无论如何呢 中美交锋的下一个 最大的观想助理 可能就在11月之前的 这个APEC会议上面了 双方的关系会如何的牵通呢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大阳大学美研所的教授 陈一鑫老师 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 再见